當初為什麼想要開店 當時疫情的關係 就是很多餐飲業都關店 然後之後就覺得 那是不是可以出來開一家店 開一個跟自己的部落文化 跟國際的文化有交流的店 我先用這個是鹿橋 然後這個是輪胎 然後竹筒飯 劍筍 我們店裡有一些簡單的部落食材 像住在台北人很少有機會可以吃到 就是部落的食物 像竹筒飯呢 我是跟那個東大門夜市的竹筒飯的一個賣家進的 小春是透過那個社群網站 先搜尋到我們家的產品 然後就有跟我們聯絡 然後就是跟我們聯絡 可以做個小小訂購這樣子 後來我就先跟他引進進來 然後後來我們客人都很喜歡 然後之後我就再回去花蓮 然後東大門找他 然後就是看他的店家店面 然後就親自地去寫他這樣子 我跟米漿是在透過社群認識的 網路認識的 我跟小春合作的部分 是因為他看到我在平台上 有銷售我們部落的農業的產品 那一次我們就開始做連結 當然我以前接觸的環境是沒有經營 都沒有接觸過像這樣的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還蠻辛苦的 想想我沒有學過什麼會計類的 或是你要怎麼去設計這個店 然後怎麼去要走什麼主題 的目標客群是什麼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的要去學習 然後 還好他們是有一些資源可以去運用 那為什麼開鹽子民叫巴士 我一直有興趣的鹽子民來台灣 已經14年來的時候 聽到台灣鹽子民 嗯?鹽子民是什麼? 完全不知他 來這裡之後慢慢認識鹽子民的朋友 完全不知他 那時候在做什麼 請問他 可以留言